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什么事都听只会守规矩 结果爸爸救我 我知道你有你的职责 为什么刚才你不选救我 我的职责是救人 我不可以選擇就是 說回戲裡面的角色 如果是你自己選擇的話 你會不會跟角色一樣 不選別人來看情況 我相信這個 現在我很難回答 因為其實很多人不了解自己 不了解自己 究竟是真的發生危難的時候 機會是怎樣 我去演一個角色 因為劇本有一個規定 有一個性格寫得到 我難保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我會做什麼 可能還沒發生 你已經看到我走了 但是我相信如果去救人的話 很多時候是很憑直覺 尤其是我們沒有受過特殊訓練的人 你見到哪一個 把他拉走 你就把他拉走 我相信是這樣 古仔 如果是在現場 你要救人 你對於救火源的工作 有沒有什麼新的形式 首先我覺得消防員 他們是一個很英勇的工作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自己的防火意識要有 去到哪個地方 你也看看哪裏有徒生門 哪裏有 看看天花板 究竟有沒有 有沒有灑水系統 咦?沒有的 哪裏有 有 有 你看不到 眉上了 我想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在新加坡做記者會 可以說廣東話是否舒服一點 其實普通話也行 哎呀 OK 是 完全沒有問題 是完全有問題 完全有問題 可是這句說得很好 我以為是說國語的 真的嗎 通通話的 對 你不要變惡 沒關係的 你可以現在重新再來一次 好 為什麼剛才你不先救我 我的職責是救人 我覺得能去救人的就是英雄 不是 這個英雄不一定是男孩女孩也行 有一些人在最危險的時候 會 什麼都不理去救人 我覺得這些人才是英雄 我覺得 在電影裡面全部工作人員都是英雄 因為他們的安排 我們才拍到 我們很安全地拍完一部式 對不對 你聽我說 我有辦法帶大家出去 其實這個戲裡面 我跟古仔也沒什麼提升 我覺得這個戲 怎麼說 其實那個動作演員 分很多類型 有些動作是打 什麼開槍啊 跑啊 但是這個動作是 也不一樣 消防員就是去救人 是走來走去 其實我只要說 有點是開玩笑的 因為 因為 其實拍這戲也挺辛苦 我覺得古天套 非常配合那個動作演員 強 強力推薦 我肯定不是動作演員吧 但是昨天 其實我們宣傳了一兩個星期 但是從來都沒有人問我們要不要用這個提升的 昨天突然之間有一個季節問我們 我們才想好像真的 我們才想起來就是當初我們拍的時候 我們在信箱完全沒有看過我們的提升出現 我真的沒有看過 原來我們才發現就是啊 導演全都要求我們自己來做的 那也幸虧兩位能夠逃出聖天哈 謝謝 不知道我愛你 哪裡跑進來的 誰放他進來的 謝謝